七支月餅回來試,那我就看看 Hello,大家好,我是山區創業兒童Lam Lin 那今晚的主題是,跟大家一起用威自己配月餅 那我自己覺得Food Pairing是沒有對錯的 最重要是肯試,肯玩,把不同的混在一起 爭什麼?兩樣混在一起變成奶尿牛丸,笨 那才有新的火花糖創意 那第一隻呢,就是利丸的奶王 那我自己想就是覺得,應該奶王先走 然後就是蓮蓉月,然後煮菜就是咸食 就是五人的鹹肉,五人的金黃火腿 那最後的甜品就一定是冰皮和朱古力魚餅 第一隻我想隨心一點的 今晚剛剛開始了,想要一些軟一點的威士忌 作為一個開端 所以我就選了那個Profile應該比較舒服一點的 日本威士忌 那這一隻Kujira瓶五連,其實是一隻Single Grain 其實它是用泡成的Base去做熟成 做出威士的味道的 所以我的印象其實它那個酸度都強 那也有穀物的甜味 不妨試一下,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不妨試一下 其實這隻Kujira瓶五連呢,它的香氣是不錯 那這酒呢,它是用了American White Ock 還有Freder Nock去做 那它的木香,它有一陣Citrus的橙香 和甜味都很突然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軟 還有我本來預期它是五連那麼短 還有它入了Virgin Ock 我覺得它會辣一點的 其實 但喝到海真的不辣 本來第一塊我覺得奶黃是挺膩的 但是它那一點的酸度 可以抵消奶黃的膩 所以我覺得 出奇地不錯 可以有更好,但是出奇地不錯 那第二隻介紹的是 是紅棉出的流心煉熊月 那我配的話 流心的東西應該 爆發力很強,很正 很strong 之後很快就完 所以我就想選美威 因為美威的character都是 入口那一刻的pillette很爆 很豐富 但它的finish都是相對短一點 沒那麼油脆 看下我怎麼樣 它這一種聞香就 不是很強 一點都不pronounce 還有 我會覺得是 偏弱的聞香 聞不到什麼 第一個流心的緣故 我覺得蓮蓉那種甜味香味很厲害 因為它這個沒有蛋黃 所以吃進去的味道的層次 不會說很多層 不會說 好像蓮蓉鮮甜 然後有蛋黃厚鹹 配美威的過剩很適合 因為美威一下爆 剛剛我一喝 它很重的 spice 即是香料 然後 雲呢拿 一些yogurt的味道 很出,很爆 然後又是瞬間沒有了 這個pairing 是不是最好不這樣說 對不對 我一定說好的 因為我選的 Anyway 這樣pair都 挺有趣的 故事好像很makes sense 那吃下去又可以makes sense 這個我給 夾的程度 我給 三顆星 上一顆 都是三顆星 對 因為我自己被分很嚴謹的 很少很鬆手 所以三顆星是 OK 對 好了,來到第三顆 我們回歸傳統 就試試雙網白玲蓉 對,傳統月餅 那我配什麼好呢 我想了很久 其實燈雜了很久 那Open 其實我自己得到它的profile 跟Talisco有點像 但是它在咸度和煙燻度方面 就像一個弱化的版 那它相對一點 我都是全面一點 就是它smoke有 咸味都有 但是 那些果味 要多一點點 按回那些 咸味下去 所以我覺得 這一隻 咸 甜 果 煙燻 比較平衡 那我會想 用它來配一隻 這麼傳統的威士忌 我會想用它來配一隻 這麼傳統的月餅 有一股Honey味 少許煙燻 少許煙燻味 但是那些coastal 那些起色 就 不太能聞到 那這隻我不可以半塊吃的 對,半塊吃我回不到家 應該 那我要開一刀 好,哇 過往 我們現在還有四塊要吃 四塊 好 OK 好,懷著這樣用心吃 對了 嗯 這一刻我喜歡吃傳統的 有一個 流心乃洋 因為我喜歡吃口感 就是 很豐富 因為蓮蓉很滑 鹹的很滑 整塊很滑 然後它又鹹又甜 就是它是可以混在一起吃 或者分段 總是口腔都OK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吃傳統的月餅 我自己 可能都是 老 是 好舒服 好神奇 這次Open甜了很多 因為我吃了一個 鹹蛋黃 它完全把那些 smoky 和那些鹹味抵燒了 那喝下去的時候 整杯東西就 很果 很甜 喝完之後 它finish那些余韻 那些smokiness 少許那些nutty的苦味 都還在 就是那些extringency 那些 給分環節 這顆東西給不到分 因為真的是一個傳統的月餅 我不覺得它和其他月餅 有什麼優勝 或者很特別的缺點 所以給不到分 但這個pairing呢 我不給了 很活動 因為呢 它elimate了某些風味 又突出了某些風味 挺特別 而且我想試後面 看看中間的火花是怎樣 再回頭給這個 因為這個 一個新奇的 好 現在有第四隻了 就是 五人鹹肉絕餅 那這隻莫拉十六年 就是100% 就是pure sherry cas 那我覺得 Sherry cas其實配肉很配的 本身這件事 加上我自己覺得 它有些少許煮肉的味道 那我就想把它配鹹肉 對 因為我覺得它還沒肉到金華火腿的程度 那就 試一下吧 嗯 嗯 我先拿刀 這次我做了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 我切八分一塊 其實鹹肉真的不是很鹹 有一點陳皮 有些肉香 幸好我沒有選很鹹的威士忌回來 否則配不上 它是鹹的 但它不是真的那麼鹹 而且我喜歡它 它有幸運 我可能在京廣州 其實我挺喜歡 五人月餅 吃起來好像挺健康 感覺好像沒那麼肥 吃完五人之後 它抵消了一股鐵味 反而我覺得它是 spicy了 這杯酒的鹹味重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多一股蜜蜜味 好 追加一塊 試一下 還有蜜蜜的感覺 反而出了 它的spiciness meatiness 還有那些 單寧感 我覺得出了一些 somehow 我覺得令到這杯酒的餅乾 很久了 在厚度 本來我第一口喝的時候 也都 在16年應有的長度 但我吃完這隻五人之後 它的 finish 是 久了 但相對來跟所有的不同 所有的甜度多了 這隻是甜度少了 我反而覺得 好 評分環節 那我就覺得 這隻的pairing 可以給我吃意粉 因為本來我從來不覺得 沒有得有 很強的肉味 但是 pair完這個之後 我覺得有一股 雜肉的味道 厲害了 是 啊 雜肉 那剛才那個 都是三鮮 好了 現在就試 金華火腿 我分到了 金華火腿是紅一點的 你看到是 這樣 紅一點的 聞到鹹香 煙肉 真的很多 直接來 對了 威士忌 我選了我朋友送過來的 Timmer 馬來西亞做的 Pait的威士忌 當然 它是一隻 contemporary的威士忌 做法特別一點 它是有 Rum的成分 所以它的 Paitiness 還有 不會太重 我覺得它是一隻 Around Light to Medium Pait的威士忌 它不會很厲害 好像Isla 那些很爆金的 那些 因為我覺得月餅 它本身都是 甜鹹 Balance 所以如果我選Pait 的話 我不會選一隻太 重的Pait 去配它 反而這一隻 有一點點鹹度 Paitiness 比較清爽 可能配金華火腿比較厲害 而且本身它這個 這個酒的身體 不是太強勁 反過來 這次Pairing的角色 是它附了這隻 金華火腿 其實五人月餅不是有陳皮嗎 為什麼兩顆 都有陳皮味 剛剛偷看了 五人金華火腿月餅的成分 它有一些肉桂 懶人 合圖 杏仁 堅果 其實這些字是 很威士忌的 即威士忌的Tasting Notes 是老市場出現的 所以五人月餅是 跟威士忌 還要配搭的一個 option 但我想不明白 明明它們沒有陳皮 為什麼 這麼大一份陳皮味 還有少許檸檬薑的感覺 我不用說 真的有點加成了 因為本身我覺得這隻Pairing 其實不是太強勁 但配了金華火腿之後 我覺得它的Pairing更強勁了 但最有趣的是 它的Pairing 完全沒有蓋到金華火腿那麼脆 你當我私心 五人也好 什麼都好 四分 Sorry 四顆星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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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對不對 正常月餅會用中文的 還有英文 Cheer up 這樣都 Cheer up 到我 應該 我猜 喝威士忌那邊 就配Belgium威士忌 最愛的 因為我自己記得 很特別的味道 就是我覺得這隻Belgium威士忌 它聞起來很巧克力 很甜 即每當我喝這隻威士忌 我就想吃甜品 所以我一有冰皮 我想都不想 就是拿這東西出來 事不宜遲 來吧 聞上去有一陣Vanilla White Chocolate 不是那些Dark Chocolate 是那種白朱古力 很奶很甜的感覺 很喜歡聞 喝下去就是那種果酸 也有在 因為它Anchor Gas特別 它沒有specify 是什麼桶 它說它自己重組特別桶 我覺得是有一些葡萄酒的 酒桶的元素在裡面 我和其他桶一起 所以它有一陣 有一點熟果的味道 再加上 一支Belgium威士忌尼 它Finish不長的 它的甜度中間很高 又很快軟 有一點點像 它的Palette和Finish 有一點美威的感覺 先試試 喝下去的甜度也不會超級高 因為它很酸 拉芬芳的甜味 很幸運 它的Nutty的味道 強了很多 有一種可可豆 就是那種豆的感覺 它強了很多 評分環節 我也是給Pairing 三分 沒有很出奇的驚喜 你怎麼知道 終於來到最後一隻了 最後一隻就是 我要多謝 Tiffany Bar的最後一隻 因為我本身賣光了 這隻 它幫我留了一盒 那就是 Tiffany Bar的 Chocolate Whiskey Moon Cake 它就說 用了一個 Spadeside 的 Sherry Cast Whiskey 去租 理所當然 我一定要配一隻 有些Sherry Inference Whiskey 我記得 它的Tasting Notes 有些人寫過 是有些 Chocolate的味道 有些黑巧克力 有些咖啡 有些咖啡 那跟這隻 就是 黑巧克力 感覺的月餅 可能會配得到 但我覺得這隻Jura 就不算很甜 它也是有些Pityness 也有些Smokiness 這個我真的 完全不知道夾不夾 對 因為有少許咸味 有少許咸粉味 究竟配上去Jura 到底會不會是福呢 對 這個是 全晚最擔心的Pairing 哦 你看 我還沒聞到威士忌味 我暫時聞到一些 好像browney的巧克力甜味 對 很browney 我聞完巧克力之後 我聞這個Jura 12 它的聞香弱了 巧克力的味道真的太強了 找到了 對 本來我最好失望 糟了 吃不到威士忌味 會不會是我的舌頭壞了呢 或者我是一個壞了的人 原來你要大大膽呢 一吸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有 少許酒精感 即不必是很強 但你的喉嚨會有少許Burn 還有 咬下去之後 其實你那個威士忌的感覺 都還沒出的 因為始終是 這些巧克力很Dominant 很強 蓋上所有東西 因為今晚我最期待 是這隻魚餅 很怕 很期待 我們吃完之後 吃不到威士忌味 很傷心 但是 都找到 整體是好的 因為它照顧了很多人需要 因為它太重酒味 其實很多人不喜歡 因為Jurlick味 很厲害 我喝這杯威士忌 時 都是一杯朱古力的威士忌 因為它甜度之中 所以不用問了 一定是最強的 對 因為Jurlick味 雖然都有一些 煙燒 很喜歡的 Pity 還有一點點鹹味 魚餅好像有點 有點鹽 不懂得說 因為這隻太霸道了 我們說 一進口的時候 杯酒是沒有味 杯酒好像水一樣 因為 太霸道了 味道還在口裡 我一定會想到一個形容詞才下班 好 投降想不到 最後的結論就是水 對 水水的 然後有一種 很淡的鹽水 好 這個Pairing 真的跟我遇上一個 不是真的那麼好 我自己覺得 那我給它2.5顆星吧 這個威士忌悶 是很有趣的概念 它另外想起 我在英國吃的是Browny 因為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所有的甜品都是好 它不是甜品都很甜 所以它完全令我想起 英國的回憶 那就我 老闆不要講鼓了 完 完 最後應該是 五人的Pairing 是最好的 但是 我不知道剛剛有酒事 但是肯定關正 月餅事 那 五人那樣也是4分 我給了 所以大家 如果這個中秋 喜歡威士忌的 真的買五人試 對 沒有水 對 那至於Pairing什麼 就脫針 威士忌sharing 就到這裡了 那 我接下來還會 很多很多威士忌的分享 喜歡看的 就 comment like share 就是cls 對 先等等 那就 就這樣 拜拜